望线,暖心余生,第三集,随你吧 那将是你打算如何 当然要礼尚往来,先送点甜头给他尝尝 然后再慢慢地跟他玩,兰西沉点了点头 好,我明日就去安排,忘机 虽说你不忍让他为难,可终有一天他会离开 兰湛握紧手里的碧尘 他何尝不知终有一天他会离开而自己没有理由留他下来 可是他真的不忍心看他为难觉得自己是那样一个有着不堪过去的人 可是如若有那天自己会让他离开吗 怎么可能呢 自己好不容易把人带回身边了 自己只会让他再也离不开自己 你还以为你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少爷吗 现在的你什么也不是 不是,自己不是 哟,这不是夫人吗 怎么会是个男人 哦,我忘了是个不男不女的怪物 自己不是,不是怪物 未应陷入梦魇之中 额上的冷汗直冒 泪不经意间从眼角滑落 蓝湛一如既往地在外面守着他 可今日总觉得不对劲 一推门便看到陷入梦魇中的魏英 他连忙走到床边 伸手摇了摇他 献宝 醒醒 可床上的人露出越来越痛苦的表情 蓝湛起身走到床头 轻柔地把人扶起 然后抱在怀里 温柔地哄着 献宝乖 没事了 没事了 许是蓝湛温柔的话语 亦或是蓝湛温暖的怀抱 让魏英不再害怕 渐渐平静下来 蓝湛看着怀里 渐渐平静下来熟睡了的人 从怀里拿出帕子 擦干他脸上的汗 低头吻了那滴霉落下的泪 伸手把被子盖好 蓝湛就这样抱着他 睡吧 我在呢 献宝 不会再有事了 直到天露出了雨堵白 蓝湛才轻轻把他放下 确认了他不会再有事 这才起身离开 蓝湛来到藏书阁 整理好东西 便起身走回静世 魏英 是我 可否方便让我进去 里间的魏英 还在想着昨夜的事 蓝湛 为何自己在最纯粹 那颗真心没被践踏 干净的时候没有遇见你 现在蓝湛对自己越好 自己越不知道 还有什么是能拿得出来回报他的 所以蓝湛可不可以不要 再对自己那么好了 正想着是 魏英便听到了蓝湛的声音 他连忙整理好情绪 可以 你进来吧 外面的蓝湛得到回应这才进来 一进来便看见 魏英坐在逆光处 趁得他更精致好看了 蓝湛连忙收好情绪 我整理了些管理生意上的书 你有空可以看看 还有将 你打算如何处理 魏英听得出他的小心照顾 心里的那份感觉越发沉重 真的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 谢谢 不急 等我学会了 再找他慢慢算账 好 说完便转身准备离开 魏英却叫住他 蓝湛 何事 蓝湛 可不可以不要再对我那么好 你是知道我的 我是 我是个 所以不值得 你值得更好的 蓝湛定定地看着他 值不值得 不是你说了算 对你好 爱你宠你疼你是我的事 还有于我而言 你是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我想要爱的人 你是男是女是美是丑 是高是矮都不重要 因为我要的只是魏英而已 蓝湛说完便离开了 而魏英听完他说的话后 久久不能平息 他要的是魏英 其他的都无关紧要 可是现在这个在黑暗之中活着的魏英 还可以再次拥有光明吗 这天魏英一起床 便看见窗外银桩素果 难怪昨夜夜里有些冷 原来下雪了 自己不知不觉中 在蓝湿住了那么久 这段时间 魏英像块海绵 不断吸收知识 也是在强迫自己 没时间乱想 这些天蓝湛待在蓝家的日子多了起来 还是一如既往地对魏英悉心照顾 忘记再过几个月便到年关 各地方的铺子检查了吗 叔父放心 已经做好检查了 也好 线下你空出时间了 就多去陪陪阿线那孩子 这样下去怎么行 是 叔父旺鸡 知道如何做 蓝起人点了点头 当初要不是身份地位配不上 怎会让这两个孩子错过那么久 现在好了 阿线好不容易在蓝家了这旺鸡 迟迟不给她的定心玩 害得她天天忧心 阿线那孩子会离开蓝家 临近年关 蓝湛歇了下来 魏英不得不天天见到蓝湛 可蓝湛什么都不说 只是像往常那般教导她生意之道 这天蓝湛问她 魏英 今年过年 可有什么安排 没有 你们看着来就行 自己有多久没有这样了 不会有人在意自己的想法 只需接受就好 可是来到这里后 这里的人个个都尊重她 倒让她有些不知所措了 叔父说 你第一次在蓝家过年 不知你喜欢什么 怕你会不欢喜 便想问问你 我都行 真的 蓝湛知道她这一时半会 也还没从那样环境转换过来 便也不再逼问 那准备些怡灵吃时再装扮一下如何 怡灵 她说的是怡灵而不是云梦 魏英差点控制不住自己 她连忙低下头 在抬头时什么事都没有 好 蓝湛看着她 献宝总有一天 自己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魏英在蓝家过了一个最开心的年 蓝湛看着她 开心心里也高兴 过了正月十五年位慢慢淡去了 蓝湛也开始忙了起来 这天蓝湛要去云梦查看一下 顺便看看那江宗主如何了 毕竟年前买的东西出了问题 可是有不少人找麻烦呢 临出发前走到魏英房间外 习惯地看一眼 献宝 照顾好自己 我走了 知道不可能有回应 可她还是这样做了 再深深看一眼便离开了 而在房内的魏英 看着蓝湛离开 蓝湛 一路顺风 要平安归来 云梦将是 怎么还没解决 自从那魏英服侍那蓝宗主后 得到了不少好处 可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从那之后一直不顺 宗主 手下打听到 那蓝宗主来云梦了 蓝湛来云梦了 这下好了 可以找她再谈谈了 或许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江城连忙地去拜帖 蓝湛看着手里的拜帖 这般无用之辈 也不知是如何做到这宗主之位的 你去回复她 明日我会复宴 是 第二日蓝湛到江府 这次不同上次了 因为这里已没了她牵挂之人 可是看这样子 怕是个鸿门宴啊 江城看着蓝湛 这浑身的气度 让自己在她面前矮了半截 自己也是宗主 可是跟蓝湛比起来 总是不如她 可是就快她 就得乖乖听话了 蓝宗主有失远迎 蓝湛看着她不说话 江城吃瘪了 可是现在她还没想撕破脸 可她身旁那个女人就忍不住了 你这人怎么回事 这般没有礼数 蓝湛看了她一眼 那人被这眼神吓着了 她感觉到了杀意 那人不懂事 还请不要放心上 江宗主有事不妨直说吧 何必在此虚语尾夷 被揭穿的江城脸色一遍 本来还想好好跟你聊聊 可是你逼我的 你抢了我的妻子 这可怎么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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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